大家好 今天用粉条做到好吃的 准备适量的粉条用温水给它泡软 准备5毛钱的猪瘦肉剁成肉末 剁好后放入盘中 一把韭菜切碎 适量的大蒜拍一下切成蒜末 10个生姜切成末 一个洋葱切成丝 切好后走散 放入盘中 我们的粉条已经泡好了 用剪刀把它剪软一点 起锅烧油 下入姜蒜末炒出香味 再下入肉末翻炒 翻炒至肉末泛白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剁椒酱 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适量的生抽 少许的蚝油 少许的老抽 再加两层醋 搅拌一下 再下入 再下入控干水分的粉条 烧开后煮三分钟 好了差不多了 关火 再将粉条倒入砂锅中 放入我们切好的洋葱 再放入切好的韭菜 翻拌一下 美味的砂锅炖粉条就做好了 鲜香入味 好吃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谢谢大家